《楞严经》 从破旺 前面讲三番破旺 接下来要显真 因为大众跟阿难默然自私 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 已经不能依靠 可是佛陀讲 这一个心是生死根本 所以如果不要轮回 是不是就不可以依赖 就不可以用 问题是呢 那我要依赖什么 我要依靠什么 从二十一夜开始 佛陀就在旧化重体 旧化重体 藉由前面佛陀他是不是常常都举手 然后问阿难 有没有 他问阿难上一次问什么 问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 有 看到佛陀的手 用什么看 用我的心 对不对 好 那上一个问题是以何为心吗 什么是你的心 结果阿难的回答是什么 推穷寻足我 把他当成是我的心 佛陀说这个不是你的心 是什么 他是虔诚 虚妄 像详 那现在呢 佛陀又在问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拳头 有没有看到手 阿难说有嘛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动作 有没有发现 佛陀都用同样的情境 我们再来一次 好 重新问一次 好 这时候阿难因为知道 不可以有前面那个答案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他开始呢 用同样的情况 其实 刚刚心荣师就说 其实师父他在回答那个见的时候 就已经是真心了 我说对啊 但是因为阿难他 他把答案想的很复杂 佛陀在问说 什么是你的心 他就不敢说能见的这个就是他还不敢回答 所以他就在那边说 就是我一直想啊 一直推 就是他是不是自己自作聪明 讲了很多答案 结果是错的答案 因为我们会猜嘛 猜佛陀想要什么答案 什么才是正确答案嘛 所以这是阿难的习气啊 阿难他习惯这样子 把事情变得想得很复杂 那他的心呢 要从这一个思维的动作里面 要再找回来 因为佛陀呢 他其实最后要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思维 能推的那一个 其实他也不离真心 只是我现在要先让大家不要错用心 不要把这个心当成是自己的真心 你就会失去的这个真心 但是事实上真心有失去吗 真心没有失去 所以现在佛陀又旧化重提 他又再一次举手 问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里面呢 有两个问题 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 但是要借由这个问题显出最后的真心 所以佛陀问三个问题 第一 这个拳头为什么会有光明 这光明怎么来的 佛陀的手放光嘛 那光明从哪里来 再来 这个拳为什么会有拳头 云和尔成拳 好 如将谁见 又一次一样 你用什么看 你用什么看 安那回答 安那回答什么 第一个 光明因为佛的身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八十种好里面就有佛光这个好 就是佛陀的身是放光的 那这个光明是因为佛身的功德而来的 好 再来 云和成拳 因为有手 手握拳就有拳头 好 那谁能看 你用什么看 用眼睛 用眼睛看 诶 这里面手跟眼啊 还有身 其实都是我们的身 有没有 现在这个身 现在这个身 手跟眼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用手跟眼来做 因果的推论 有手 所以有拳 有眼 所以有见 是不是这样 这样对嘛 刚刚阿南的答案是这样嘛 因为我有手 所以我有拳头 因为我有眼睛 所以我能看 对嘛 逻辑上对哦 所以你用正向的去看它 你觉得没有问题 好像很有道理 那你怎么让阿南发现 嗯 其实这个答案里面有一点问题 好 那我们知道喔 这答案最后是 这个见性是靠眼吗 但是它又不理眼喔 有没有 我们就明明就是有眼睛能看啊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没有眼睛也能看 这样子才会知道 见性是不靠眼的 听得懂吗 因为前面讲忘事嘛 忘事是什么 成生则生 成灭则灭 所以那个成没了 它依附的那个条件没了 所产生的那个作用也没了嘛 觉知之心就没了嘛 就断灭了 现在呢 我要找我的真心 那我如果依赖眼睛 那眼睛瞎了怎么办 所以佛陀讲喔 我们想喔 现在我们什么环境之下可以修行 很平 很和平 有没有 衣食具足 条件很好 很有福报 然后呢 遇到好的课本 有课本可以修行 有没有 有法本 有好的同餐 有师父上课 这就是条件嘛 条件都具足嘛 好 那我们要想要开悟 有禅堂 你可以打禅漆 禅堂的设置是为了要开悟嘛 好 所以一切条件都具足 可是有没有人还是没开悟 好 有没有这样 好 一切条件都具足 结果还是不会修行 有没有这样 对啊 所以是不是要修行 是不是靠那个条件 你条件都有了啊 你的福报很具足啊 通通都有 因缘都具足 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 真正找到修行的那个根基 没有任何条件 也能够成就 没有一 没有十 四处流浪 好 也没有法 也是有可以修行 那所以呢 佛陀就在讲 你排除 没有手 有没有拳 没有拳嘛 对不对 那没有眼呢 能不能见 好 所以我们常想哦 譬如说我们现在 整个修行的环境比较自由 好 我们每个道场啊 要爱修什么就修什么 有没有 他没有规定啊 然后呢 你要听法 电视台打开都有 有没有 YouTube上面啊 Google 你在网路上啊找 哇 好多资料都可以修 好 现在呢 突然疫情来了 通通都关闭不可以来 也不可以拜佛 也不可以去宗教场所 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有一天到沙漠去的 然后就在向那个星战法师去杜拜 你看杜拜有佛寺吗 没有半间 有伊斯兰教的也可以去信心看 是不是 你说这个环境完全没有 全部都是一种族 一种教 通通没有 怎么办 怎么修 怎么修嘛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你有眼睛你可以看 你没有眼睛你能不能看 嗯 你有这个好的环境可以修行 你没有呢 好 我们常常讲喔 那个打坐喔 腿会痛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都好希望喔 好希望腿不会痛 我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以前都这样喔 好我现在不能做那么久喔 不能入定都是因为腿痛 有一天我如果腿宫练好了 我一定可以入定 现在腿宫练好了吗 好 入定了吗 你了解吗 好什么样子的人 不用忍腿痛 没有腿的人 好没有腿的人怎么修行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今天我有好的报身 我可以很好修行 那我如果都没有好的报身呢 好 所以 真正要修行 要找到那个修行的根本 好 你要看 你要真的会看 所以我们不是有肉眼 天眼 天眼怎么来的 天眼不是靠肉眼 天眼是靠禅定力 他怎么修 那这个禅定的功夫从哪里来修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修 这个心啊 这心不可以依靠 现在有的 眼耳鼻舌生意 但是又不离开 眼耳鼻舌生意 因为从眼耳鼻舌生意当中你会发现心的作用 心的功能 好 所以在眼 能怎样 这个心能怎样 能看 好 叫见 所以要从见 这个动作当中找到心 好 所以要 显见 来悟到心 佛陀讲 你现在眼睛啊 没有眼 能不能见呢 好 譬如说 你问 两种人 第一个 瞎子 他没有眼睛 可是他能不能看 可以 他说我看到的都一片黑呀 他能看对不对 好 第二个例子 有人眼睛好好的 可是已经不能看了 死人 有没有 往生的人他眼睛没有坏呀 可是你问他 你看得到我吗 可以吗 死人可以看得到 你说师父我没有死过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呢 眼耳鼻舌生意 眼睛看不到了 虽然眼睛 有 可是没有作用了 好 不起作用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诶 这个地方佛陀要讲什么 佛陀要讲说 能见的不是你的眼 好 但是他要先把阿难的问题 给解决哦 所以他说好 来 我们看到这个风景 有没有 这是色尘 对不对 好 眼睛好的时候你说你是眼 因为有眼所以能见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有眼睛的时候 好 看到的是这个景象 好 好 那没有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 黑 有没有 好 是不是 好 因为他没有眼睛 所以一片黑我看不见 好 我看不见 好 好 那如果呢 有眼睛的人 进入黑暗当中 是不是也是这样 所以这两个黑有没有一样 有眼睛的人看到 黑暗当中的黑 跟没有眼睛的人的眼前的黑 这两个黑有没有一样 都是黑嘛 听得懂吗 有眼睛的人到黑暗当中 好 这个眼前的一片黑 是不是 黑 好 没有眼睛的人也是一片黑 但是这两个 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黑是因为没有灯 好 没开灯嘛 第二个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没有眼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黑的原因拿掉 是不是他就看到了 就可以叫做看对不对 好 所以把灯打开 好 是不是就一片光明 把眼睛治好 是不是也一片光明 这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 佛陀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叉叉的地方 这叉叉啊 叉叉是不是表示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没办法看 那我们要能看 那我们要能看是不是 就让他重现光明 那我们的没有眼睛 然后呢重现光明 可以看到了叫做眼见 那没有灯让他打开了之后 又重现光明 是不是应该叫灯见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这个是很奇怪的 怎么突然 怎么会变成灯见 一听就觉得有问题 有没有 那有问题 因为灯如果能够见 他还能够叫灯吗 是不是 是不是灯只是一个什么工具 他是一个照明的工具 能显色的工具 而不是灯能看吗 是不是 同样的灯的功能 跟眼的功能是一样的喔 眼睛只是吸收光线 来让我们显色 真正能够看的是眼吗 听得懂吗 听不懂举手 都懂喔 都懂等一下喔 就换你们讲 来讲给别人听喔 好结论 这个灯是显色 能见的 可以看到颜色的是 眼睛嘛 那再进一步呢 眼其实他的功能 也不是能看 眼的功能也是一个器官 有人说 嗯那就是那个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也是一个讯号 有没有 谁能够解读那个讯号 这些讯息全部进来嘛 声音颜色都进来 那谁在分辨 谁在看 谁在帮他取名字 有没有 谁在比较 同样都是颜色 为什么有 这个比较美 那个比较不美 是谁在分别 好 还没有分别之前呢 是谁在看 所以眼能显色 能见的 见性非眼喔 好 那这个见性呢 在眼的功能 叫做见 在耳 他的功能 就变听 他可以接收声音 而分辨分析 这个声音 但是在还没有分析之前 他能知能觉 能听 能见 能见 的这一个 我们在讲喔 这是第一念 有没有 他一定不是 只有眼在看 因为眼只是像灯一样的 那个器官 耳鼻舌身 皆是如此 都是如此啦 那 如果我们 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啊 就是 心的作用是很 广大的 叫做 拒该 杀戒 涵盖 变现 拒该 杀戒 就是他要 他的作用喔 可以很广大 但是你说这个心 可以 无限的大 但是他在哪里 你要找他 又可以 找都找不到 因为他可以 收到 以念不生 安住在空性当中 没有啊 你的念头 全部 都收得干干净净 你心这不在 好 所以当我们呢 入了这个 自信之定啊 自信本来就是定 本自具足 心无挂碍 没有任何一丝的挂碍呢 你的心啊 是 大到 聚该杀戒 便宜接触 但是也是小到 他没有嘛 所以没有的 没有量体的东西呢 他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 所以我们有 有 有就会有限 没有 就会无限 但是这个没有是空吗 这空又可以生妙有 妙有 所以你其实很难定义他 十相无相 但是又什么 无不相 这就是法身 所以知道的就知道的是 叫做法身 叫做佛性 法身 谁有 人人皆有 好 但是因为你不知道 有 所以你很 不会用他 你会用什么 我们一般呢 要 要说啊你这个事情 你愿不愿意做 你可不可以做 我们都会怎样 有的人就会说 啊不行不行我不会 有没有 好也不会 我没有学过 请问修行这件事情啊 他是要依据你的经验 来修行 还是要 不要依据你的经验 所以我们来出家 是不是就开始 会打破很多以前的观念 第一个 以前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不可以做 该做还是要做啊 是不是 好 以前的很专业 以前的专业啊 那出家之后会发现什么 会 会 会 有局限性 如果我们仗势者 我在世间啊 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什么什么专业 出家 出家之后呢 你第一件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要放下那个专业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专业不够用 因为我们原来的那种 那种专业的领域啊 比较狭隘 比较狭隘 出家之后呢 他要 打破我们原来的狭隘 好 要变成什么 要变聚该杀戒 这个 这个就不是只是区域性的 以前我做保险啊 我做到什么 最大就是 总裁嘛 那你 即使你做到总裁 你来到场 我们做佛事这件事情 如果用原来的经验做 有好有坏 好处就是什么 你可以用 社会的那种惯性啊 你可以 大概知道怎么运作 怎么运作 可是呢坏处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是 社会上的那种 游戏规则 大家会不守规则 不守规则你可能会怎样 你如果发展得很好 你只是发展出一个 跟社会上差不多的经验 的这种组织 可是如果呢 你可以 再突破 我们就会被以前的经验 受限于 现在 就已经发展得很好 类似像这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修行这件事情 他会被限制 因为我们修行 的目标 不是要做大企业 不是要发展大组织 好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变成误区 好 可是呢也有可能怎么样 因为我们要悟心 悟到心啊修行 要真修行啊 可是真修行 就只有那两个在真修行 你的受众就不广大 好 听得懂吗 我们用世间的经验呢 可以发展出世间的 成就 出世间的经验呢 可以有出超越世间 所以如果我们用佛法来处理 修行的这件事情 用佛法来引导我们的修行 我们应该要做的比 世间的组织还要大 这样子才叫做佛法 他是超越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觉得 出家修行 佛法是超越的 你就会被社会人的认知 局限住 来我们现在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什么 就是那个出家是比较不太会的 是不是 比较不太会的 然后各方面 都比较没有竞争力 因为无争嘛 无争无求 然后来修行了之后 你自己以前的经验 你也不敢太怎样 这不是啊 这个会限制我们自己的修行 所以认识这件事情的 你应该要 好好的发挥 这新的功能 要发心 要想到 每一次的发心都是要 原版 要广大 要无所畏惧 所以逝者知是佛性 不逝者换作精魂 我们的心是有作用啊 一样在看一样在听啊 见闻觉知 那你能不能够了解自己的心 其实随时都在作用 只是你怎么用它 你要不要突破它 你要不要突破它 要突破什么 突破旺世的局限性 我们以前太多太多的自我限制 所以从 扭眼睛一开始 佛陀就一直叫阿难不要相信你的那个妄心 阿难呢 默然自私 现在呢佛陀就讲 在眼就是看 能看的那个就是你的心 显见是心 可是这时候阿难的反应是什么 口以默然心未开悟 为什么 啊 这么简单喔 这很简单啊 就是你在心 心是什么 心就是你现在看的这个 能看的是心 能听的是心 那刚刚师父你讲的那是怎么样 你说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是什么 推穷寻足 是不是 好我们以前的经验可不可以用 你要先怎样 你要先悟到心了之后 你会发现过去的经验通通没有浪费 而且还会把过去 在社会上学习的这些经验 做一个更 扩大的发心 所以有很多人喔 他说 哎我不知道我出家能做什么 你出家之后啊 你会发现 你什么都能做 你只是不知道自己 以现在的能力来讲 我们能做的 很有先 但是 第一件事情修行第一件事情 先突破自己的我见嘛 你过去所认为的你自己 你要先放下 因为放下之后呢 你的发挥啊 更是让自己啊 从来没有看过 耳目一新啊 你都不会知道说原来你以后会变这样 好 为什么 因为佛陀就讲修行很简单 就是你 眼见耳闻 能见 能闻的 这一个 就是你的心 一点都不难 不需要任何条件 不需要任何条件 如果刚刚说 有眼睛才能看 那你有一天瞎了你怎么办 你就不能看了啊 好 有很好的环境 有好的师兄 有好的老师 你可以修行 有好的道场 你可以移植 可是 没有的时候呢 你能不能修 好 你看那个孟参老和尚 三十五岁被关 到七十岁才出来 一辈子 都在牢里 他有没有修行 会修的人到哪里都能修 不会修的呢 我们就会啊 哎呀 这样子我这个 这里太乱了 都没办法修行啊 都没有人教我 我没办法修行 啊 熟悟太多了 我都没有办法修行 不修行 找一对借口 都是别人的错 你会修行啊 你自己就会创造修行的因缘 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变成修行的因缘 每一件事情都是佛事啊 那谁来组织这件事情 你的心啊 你的心可以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喔 显见是心 可是阿难听不懂 因为太简单 突然觉得好像不值 一文不值 我以为有什么大秘密 原来就还是在 我看的这个动作 显见是心 见性 可以成佛 这样有很难吗 所以阿难与大众怎样 口以默然 心未开悟 没有悟到 那接下来怎么办 佛陀呢 佛陀呢 他就用什么 用十个角度 你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心 那从心的体相用 来谈 体相用 所以大家呢 所以大家呢 把这个十番显见喔 每看过一遍 你就问 这是在谈心之体 还是在谈心之相 还是在谈心之用 我们现在不是读大臣喜庆论吗 也是讲体相用 有没有 不管是体也是大 相也是大 用也是大 所以我们的功课就是什么 你读 从十番显见喔 从 二十 二十几 二十二 二十一页 二十一页 读到 三十六页 二十一页到三十六页 你先不要 分 不要分说 从这里到这里 是十番显见的 第几番喔 你先看这一段 佛陀在跟阿难的对话 然后大家的问题 你去看 佛陀到底是在讲 心的体 还是心的相 还是心的用 那慢慢的你就会知道 喔 佛陀在引导阿难喔 让我们了解心 的殊胜喔 他用什么角度来 启发 让我们认识 自己的菩提心 前面破旺阿 是破这个 生死根本嘛 现在要显真 要显什么 显 是经原明 原清静体 新的本体 破旺显真 都明白了之后 第二个阶段 颇旺出真 最后呢 真旺一如 即旺即真 好 我们要了解自己 的旺心 不是你就阿 那就舍弃他 你要会用他 只是我们要了解 自己的本心之后 你才会用阿 因为推穷殉族不是罪 是你把推穷殉族当真心 可是如果你找到真心之后 推穷殉族是你的心的作用 你的做事情要不要规划 要阿 那你有没有在想 有阿 你要不要跟人家沟通 要不要达成达成共识 是不是 要要劝发大家 發心 是不是也要用很多 推穷殉族的技巧 只是我们以前不懂得真心的时候 你被这个推穷殉族的心给賺了 被这个妄想心阿 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的迷糊了 所以呢 要把这个 能推穷殉族的这一个源头 因为他讲什么 圆清淨体 能生诸圆 能生诸圆 他能创造阿 能够生阿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用他 因为他可以 可以怎样 有 无限的 作用 变现 俱该沙界 好 然后 搜射在一围城 我们自己呢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 也是一直一直不断的改良 一直不断的发心 一直想办法去突破一些困境 看设计一个什么方法 来让大家更多的人来修行 就这样阿 好所以呢 这是心 有这几个层次 那佛陀在 楞严经里面 用十番 十个角度来 显发 见性的殊胜 要十番显见 整个楞严经啊 很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一段 见到分 观念的确立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想通 你要多想几遍 因为这里太重要 不可以跳到后面去 有知道就好 有听过就好 模模糊糊 讲不清楚 好 所以 这是 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大家 要把这个 聚焦在 楞严经这几段 一样喔 你真的是 不懂喔 你就把它背起来 背起来 再去思维 再去 想 那你想不懂呢 讲给人家听 我讲给你听 你听看看 听不听得懂 好 要互相讨论 因为太重要 这里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学了之后啊 大家都有基本的基础了之后 才有办法研讨啊 你大家的程度都很差 你没办法研讨 都讲不出来 然后大家都讲错 是不是 所以有一些讨论会啊 那只有那两个在讲啊 从头到尾就那两个在讲 其他人都负责去听的 那那两个讲的是对的吗 那也不一定是对的喔 有的有的会先入为主 很有自己的看法 很有自己的想法 自古啊 这种争论多得很 争论太多了 我们都忘记啊 论的目的是要明心 但是最后呢 却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 到最后怎样 各自己见了 都没有人入门 所以这是楦严经啊 还有学所有的佛经都要这样 要拉回来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真心要相连结 你才会知道啊 有一些法是不可以舍弃的 有一些论辩啊 不用花时间了 老实讲 有时候在那边争来争去 因为那个是实修的问题 你没有修 你讨论半天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还是要回到实际上的修行 从生活中去看到你自己的盲点 像刚刚师父一开始讲 我们如果做个事情 都做到这样子 七零八落都做得很不完善 表示我们的心里面盲点很多 头脑很昏 不清楚 那你不清楚 你做事件事你也会做得迷迷糊糊 一团乱一锅粥 那初世间的道业呢 那初世间的道业呢 更是需要清楚 所以借事练心 每一件事情就要求自己 你发现了做不好 我们就再多做一点 再多练习一点 多用一点心 要改进 要改善 每天都要进步 好 那这一分钟 失去正念 下一分钟马上收回来 马上就挥到原位 不要把时间花在 无意义的事情上 好 所以修行每天都要三摸头 手口 舍意 生莫饭 莫恼一切诸有情 无意之苦 当远离 如是行者 能度是 无意之苦 打妄想 每天都在那个地方 患得患失 这些都是无意之苦 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这里 我们把时间花在 修正我们的道业 这个走路难免都会走偏 走偏再调回来 改了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 我明明没有 又被人家误会 被人家栽赃 被人家直接指名道姓的 那就当做锻炼啊 你没有就没有啊 有呢 刚好被人家讲到了 啊好丢脸喔 虽然很丢脸 可是呢 要承认的确啊 自己真的是不够好 那就改善的 就会好 那如果你是这种态度 你就会一直进步 我们来修行喔 不要怕丢脸 要怕丢掉这个心 要怕自己的轮回 好 所以就像刚才讲啊 如果这个方法有效 你管人家说你迷信 我们上次有一个居士啊 那个传艇啊 他去受菩萨戒 可是他那个包子店的 每天都一定 要开张开业 然后他说哇 这个师父我这个菩萨戒的时间啊 刚好是呢 第二个礼拜 那我这个 受完菩萨戒我要修五天嘛 修五天之后呢 再隔个礼拜 我们菜市场说要修水沟 所以又要歇业一个礼拜 这个损失实在有够大的两个礼拜 等于是一个月里面呢 有半个月都不能工作 好有没有 所以呢他就有点烦恼 他就说不要就不要啊 还这么计较 算了啊 报名表番我 他就不要 他就不要 他就说 师父我努力我努力 然后呢他就去 回去啊下定决心 好啦就当做了 这个损失好了 就是反正半个月嘛 损失啊就没有赚钱 那个死爱钱的喔 你要叫他不要赚钱 很痛苦耶 他是这样子耶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他去授戒的前一天啊 那菜市场啊 就宣布喔 他们要提前一个礼拜 歇业 提前一个礼拜修水沟 所以刚好他们那一个礼拜 本来就不能工作 就刚好去授菩萨戒 这谁在瞧 谁在安排 所以回来呢 他们授完菩萨戒了 大家都在那边刷水沟的时候 对面那个卖猪肉的就说 哎呦难怪他们那么迷信 他就说难怪他们那么迷信 那很神奇啊 完全没有损失 是不是 他反正都不能做生意啊 他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事 但是他如果没有下定决心 要去报菩萨戒 他那一次放弃了 他也不会受到菩萨戒 对啊 对啊 受了菩萨戒之后会怎样 也没怎样啊 反而更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很多人都笑他们傻 然后说很迷信 结果呢 发现 怎么好像暗地里都有安排这样 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也没有少几根 几块肉 然后呢 也赚很多钱 是不是 所以其实都很难说 我们呢 有时候 就是 自己想太多 预设立场 天塌下来 有这么严重吗 好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 要 怎样 要相信喔 所有的 失去啊 都不会比流浪生死 还要严重 是不是 我们怕的就是什么 我们怕的就是 我们不明白自己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其实其他的 都没有什么好怕 所以你怕死吗 怕 为什么 因为你怕 不知道怎么死 不知道死到哪里去 所以你要害怕 那因为我们会害怕 所以要 要赶快怎样 把自己的生命放在 对的地方 去找答案 否则你就是死不瞑目啦 老实讲是这样 就是 随夜流转嘛 好 所以希望大家呢 楞严金要好好的学 因为他会让我们 明白生死大事 好 και 感谢观看